我們必須要試圖用程式連上MangoDB這個資料庫伺服器 你要連之前你必須要先安裝一個叫做MangoDB的套件 在Node裡面的MangoDB套件 然後之前我做這個的時候有一些問題 現在好像這些問題都不見了 所以似乎只要加這一行就可以了 除非它有特別告訴你失敗 你再去處理後面的這個python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安裝完就ok了 接下來你就可以寫程式了 我們寫這個程式長這個樣子 它首先requireMangoDB這個套件 然後取得裡面的MangoClient 就是客戶端MangoDB的客戶端 然後MangoDB預設你啟動完之後 它會傾聽系統上面27017這個po 就好像瀏覽器的server是傾聽80這個po一樣 只是MangoDB用的預設是27017 為什麼這麼大 為了不要跟人家衝到而已 隨便亂選一個 不會跟人家衝到就好 那它預設MangoDB就用27017 然後呢 連上去之後呢 使用一個回呼函數 這個回呼函數呢 就判斷是不是有連接失敗 如果有連接失敗的話 就印出錯誤訊息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代表我們可以開始傳取資料庫了 那我這邊做了一個動作就是我去取得Q這個資料庫 開始開啟Q這個資料庫 開啟完之後呢 我建立3個資料 把它插入 把它插入 插入 請注意喔 這是一個陣列 MangoDB一次可以插整個陣列 然後它會當一筆一筆這樣 一筆一筆插進去 那接下來呢 插入完成之後呢 我再去用Find 去取得剛剛插入的那些記錄 或者是所有的記錄 這個Q裡面所有的記錄 然後取得完之後呢 用ToArray把它轉成陣列 轉成陣列的時候 它會放在Items裡面 我們把整個Items印出來 就結束掉 那結束掉的結果 我們會看到 好 不是這個 欸 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好我重新執行一次 好 現在離開 然後呢 我們現在有一個程式 剛剛那個程式已經放在MangoTest裡面 所以我現在 LOS 這個MangoTest 記得你先存檔 存檔完之後 記得先npm install mango 做完之後呢 Node MangoTest 好 那它會說 OK Items 這就是 最後它已經插入三筆之後 再查回來 所得到的那個紀錄 代表說 它查回來的時候 真的有三筆紀錄 那我怎麼確定 它真的有三筆紀錄呢 來 我們用 雖然它已經查過一次給你看了 好 但是 我們不相信它的話 我們就 再做一遍 那 我 我所開的資料庫 請注意我看 我開的資料庫叫 examdb esamdb 所以呢 我現在就 esamdb 好 考試資料庫 然後 進去之後 它已經在esamdb了 我用db 點 我剛剛的資料 叫做 這個資料表叫做 q ok 點 find 就是看到三筆資料 就是我們剛剛插的那三筆 he she it ok 所以你的程式 確實是可以正常的運作 把資料 塞入到資料庫裡面 好 那你要做其他的動作呢 基本上 只是這邊的 collection 點 之後的東西不懂 譬如說 你要查詢 要插入用insert 要 要查詢用find 要remove 就用 要移除就用remove 之類的 那就用對應的操作去做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 你只要會這個範例 剩下的 就是 操作的問題 那這邊我還修改了一版 這一版是在幹嘛 這一版 用串流去做 用串流去做 因為資料比較多的時候可以考慮用這樣 ok 好 這是比較多的資料的時候 好 ok 所以 現在就請各位試試看這個 使用node.js存取的這個 我們應該有放在 欸 不對 喔 我們還沒貼上去 那我把它貼上去 使用node.js存取 那就請你去測試執行一下這個程式喔 好 ok 按照這個網頁的指示 去試一下 看你的程式能不能成功的執行 好 看 养輪 假的